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又開始今天這個網上的直播 我們繼續講到淑寧恩賜的 我們用的經文在哥倫多前書12章 今次是12節開始的,在大家的WhatsApp已經傳了 那裏就講到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 而且肢體雖多,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欺利利人,是遺牢的,是自主的 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 身子緣不是一個肢體,乃是許多肢體 切若腳說,我不是手,所以不屬服身子 他不能因此就不屬服身子 切若耳說,我不是眼,所以不能不屬服身子 他又不能因此就不屬服身子 好,這段經文所講的說話就是講到 身體是一個,有許多的肢體 我們身體裏面有許多的部分 手腳眼耳口鼻耳那些 雖然有許多肢體,仍然是一個身體的 我們全部都是合一的,我們珍惜這個合一 這段經文的主要意思就是幫助人 就不要因為因此不同,或者因此強弱 而分門結淚,就好像看少某些人 或者看高某些人,這個人因此就看得很高 其實最重要不是因此的,最重要是跟神的關係 有時候有些人跟我說,我很想追求某些的恩賜 但是我發現他生命中有很多破口 我說你首先追求跟神的關係 因為跟神的關係好,神喜悅我們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有恩賜不代表神一定喜悅 譬如耶穌說到,有些人說奉他的名 傳道趕鬼行二臨,但是耶穌說不認識他們 即是說就算他有恩賜有能力,行二能也好 如果他跟神的關係不好的時候 仍然是神不起悅的 所以基督徒來說我們想追求恩賜 第一就是跟神關係好 然後我們想侍奉神 榮耀神祝福人的時候,我們就需要恩賜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仰望神,我們都不是用自己的方法 或者追求我們想有的恩賜 因為神會賜給我們的,只要我們多親近神 神是會賜給我們的,我們可以切募,渴慕 但是不是過度的強求 因為如果神想我們有這個恩賜的時候 祂是會自然賜給我們的 當然我們需要學習和發揮 就是我們需要學習恩賜的運作 怎樣建立這個恩賜和怎樣發揮出來 我們需要學習的,就是我們需要扶努力的 但是最重要始終都是在愛慕神 遵從神,行神的路 以神的事為念 以祝福人的事為我們關注的地方 這樣呢,神就會喜悅了 神就賜給我們恩賜 我們都需要去建立這些恩賜的 因為有時候人是很容易因為恩賜而驕傲 而分黨之類 所以保羅在這裡特別講到 雖然有很多肢體 但是仍然是一個身體的 基督也是這樣 就是耶穌裡面都是一樣 接著他就講到了 無論是猶太人,希利利人為盧的自主 都從一位聖靈受洗 成為一個身體,淫於一位聖靈 就是講到 無論是猶太人 或者是外邦人,希利利人 就是當時來講 羅馬帝國的人 很多是講希利利話的 就是希利話的 或者是為盧的自主 這些人,無論是什麼人都好 都從一位聖靈受洗 這裡講給我們聽 就是受洗不是單是一個儀式 在受洗的時候 聖靈也都臨在我們身上 雖然我們 就是有很多人未受洗 聖靈也在他身上 受洗其實是一個公開的模式 一個正式的模式 進入神的天國 受洗的人有神的印記在他身上 所以受洗並不是毫無意義價值的 有些人來說就是作見證 因為在我以前受洗的教會 他就講到就是 受洗就是作見證 在眾人面前受洗作見證 也有些人就說受洗加入教會 但是聖經其實說到受洗是在神的藥裡面 那些人說的加入教會是指加入那個教堂 他們通常就是說 你現在在這個教堂受洗 那你就在這個教堂會友 但是聖經裡面有講到不同的經文 例如說 喜來求告他這名受洗洗去你的罪 這個是在士羅行傳記載 亞蘭尼亞和保羅所講的說話 另外就是在初期教會的時候 也都是悔改 他們悔改然後就受洗 就叫你的罪 對不起那裡不是叫你的罪得射 就是能夠領受所持的聖靈 那就是說到受洗的時候 是真是一個方式加入神的藥 是一個正式的方式 我用一個比喻就是好像婚禮那樣 譬如有一個人說我很愛某一個人 但是他始終都不跟他有婚禮的時候 他不是正式跟他有一個夫妻的關係 我們想跟一個人有正式的夫妻關係 一定是有結婚的 我們跟神有一個正式的關係 也都是會受洗 而聖經是有講到受洗是 求告他這名受洗洗他們的罪 那個人還未相信主 對不起 是他信了主還未受洗 他的罪都得射免 那這個就是一個 加入一個射罪的藥 即是在神的藥裡面 他有正式地加入這個射罪的藥 的洗禮 洗禮就是一個正式的方式 加入神的藥 讓他得著神的射罪 那他之前都有的 但是他沒有在這個藥裡面 受洗就是加入神的新藥裡面 那這裡就講到 無論什麼人都好 他是從一位聖靈受洗 就是說受洗的時候 是聖靈和我們施洗的 那當然耶穌有講到 水的洗禮和聖靈的洗禮 那那裡講到聖靈的受洗 就是指導講到聖靈的洗 聖靈充滿 那而這裡講到 就是當我們受水的洗禮的時候 也是同時是聖靈所做的 即是無論是水的洗禮 或者聖靈的洗 都是聖靈的工作來的 成為一個身體 飲於一位聖靈 那他用個字 飲於 就是好像飲食 那樣 就是從聖靈 得著恩典 去飲於聖靈 就是這裡講到 就是說所有的人 無論什麼人都好 總之我們受洗的 都是同一個身子來的 身子 原不是一個肢體 就是身體不只是一個肢體 但是許多肢體 然後就講到 就是有時候 那些肢體之間的 對自己的看法 對別人的看法 就是如果腳說我不是手 所以我不屬於身子 他不能因此 他不能因此 他不能因此就不屬於身子的 就是腳說我不是手 我做不到事情 那我不是屬於這個身體 或者有些人說 我都沒有傳福的恩賜 我都沒有講道的恩賜 我都沒有祈禱醫病的恩賜 那我都不是屬於耶穌的 那這個是 保羅就說不是的 就是無論你是什麼 什麼的肢體 你有什麼的作用 都好 我們都是屬於這個身體的 而身體是 肢體是有 每一個部分 有不同的功用的 必然是有不同的功用 那 那這樣東西呢 就告訴我們 就是 有時候呢 就是有些人呢 他就會覺得 自己呢 就是好像沒有什麼用 就是自己 我沒有這樣的功用 所以呢 我們都不是屬於這個身體的 其實每一個人呢 都有他的功用的 那而且 在神的家裡面 一定是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恩賜的 就是不同的人 他們會有不同的能力 如果個個都是做同樣的事情的時候呢 那就是 教會就會有很多功能 都做不到出來 那 譬如說 個個都是廣道的 如果個個是廣道 那有很多其他需要做的事情 就沒有人做了 或者有很多人呢 都是先知性的 那很多其他的事情 就沒有人做了 那所以我們呢 就不是說 我要好像他那樣 我一定要有他的恩賜 其實 不要緊要的 我們有什麼恩賜 神給我們的 我們就 歡喜接受 那我們都欣賞 有其他恩賜的人 跟他一起合作 那跟著十六節 切若以說 我不是眼 所以不屬乎身子 他日不能因此 就不屬乎身子 那就是說 總之我們不同的部分 都不可以說 我不是另一個部分 所以我沒有什麼用 那我們自己 都 跟自己說 就是無論我 是有什麼恩賜 財光都好 神都可以用的 我每一個人都可以用的 每一個人神的計劃都是 聖經講到 就是有仕途有先知 有傳呼音 有牧師教師 說要承傳聖徒 各盡其職 就是所有基督徒 承傳其實是 裝備的意思 裝備 建立好信徒 各盡其職 每一個基督徒 都有他的職份 每一個基督徒去發揮 那有些人有不同的原因 告訴我 我不想回教會 那為什麼不想回教會呢 因為他說 跟人的關係不好 所以呢 他就不想回教會了 那這種其實一種 一種的情況 就是他覺得 就是 人跟人的關係不好 那他就可以 離開教會 不是教會的部分 那就是 他因為這個人際關係 而受難了 那我就鼓勵他 我說其實人是 在教會裡面 一方面我們可以認識神的道 聽神的話 可以一起集體敬拜神 可以互相建立 還有有機會侍奉神 能夠祝福其他人 祝福教會的人 還有傳人福音之後 有別人一起跟進 是更加有效的 所以呢 在教會裡面 是一個發揮 我們的生命的地方 一方面是敬拜 學習神的話語 和弟兄姊妹聯繫 一起集體侍奉神 傳福音跟進人 是更加有效的 所以呢 教徒 是一定應該屬於 教會的 那當然 教會的定義 也都有事 就是 在現在 就是自由的世界 教會就是有個教堂 那但是去到 迫迫的地方 很多時候再沒有教堂 那在那些地方 或者在一些異教 控制的地方 是不可以有教堂的 那有什麼辦法呢 那他們是可以 有基督徒聚集一起 甚至他們聚集的地方 可能每次都不同的 一次在這個家裡 一次在山洞 一次在樹林 就是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那都是教會 都是屬於神的 就是神的家 因為有神的子民 在那裡 就是神的家 那有些人就說 那我自己現在 那我就找幾個人在家裡 我就自己聚集 那已經是教會 那我的回應就是 如果有一個教堂 一個定的地方 又有牧師傳道 他們受過訓練的 去侍奉神的 那也有弟兄姊妹一起配搭的時候 然後呢 是更加有效傳呼音 也都幫助我們 去怎麼樣去建立 和人的關係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 就是逃避人的關係 那他就找兩三個人 大家自同道合 那就一起聚集 那問題就是 他聚集的時候 他是不是用神句話語 照顧他的家 這個群體裡面的人呢 或者只是聚集一起 就在那裡聊天呢 他們有沒有這個牧羊的經驗呢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應該 學習去牧羊別人的 那 但是不是代表 總之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是去逃避教會 如果跟教會的人有問題 可以去處理 那如果發現有一個教會 他真的不是走神的路的 就是他不是興起人去服侍神的 我們是有自由去找一間教會 是跟從神的路的 他是會全心敬拜神 親近神 被神改變 然後呢 幫助那些人提升他們的 侍奉的能力 訓練他們 給他們機會侍奉神 這個是神的心意來的 那如果有人發現說 我的教會是沒有這個心 我真的不能夠跟他們合作 那時候 他是可以自由選擇他的教會 但是當他選擇了他的教會的時候 他就忠心於那個教會 就是我們應該是忠心於我們有的教會的 因為這個 在保羅所講的這段經文 一方面講到恩賜 但另一方面講到是一個身體來的 我們屬於這個身體的 我們應該去珍惜這個身體 去建立這個身體 就不是說我不是那個人 所以我就跟人分開 我不能夠跟他合作 所以我跟他分開 我們是在教會裡面呢 我們是無論多大的困難 我們都應該去處理的 OK 好 我以上所講的 有沒有人有什麼問題呢 回應 牧師 你剛才說受洗不只是一個儀式 而是正式一個模式進入天國 因為這樣會有上帝的印記 那這個印記跟啟示錄的印記 是不是不一樣的 是一樣的 即是那些人真是真信耶穌 我要講清楚 真信耶穌 如果那個人呢 他是掛名信耶穌 他受了洗 他都不是有神的印記的 那神的印記一方面是受洗 另一方面也可以說聖靈 是我們的印記來的 即是那個人有聖靈來住 是兩樣都有的 那好了 那就問一個問題 如果譬如 去到大災難的時候那個人都沒有受洗 那他有沒有神的印記呢 他有聖靈也是有神的印記 但是基督徒是不應該逃避受洗的 有時候有些人說 我沒有夠成熟 所以我不受洗 這個呢 不是一個正確的觀念 有些人覺得 受洗的一定是要 已經很愛主了 處理好罪了 夠成熟了 懂聖經很多了 他才受洗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其實聖經講到 在初期教會的時候 他們一信主 即時就是受洗的 就不用要等到 他們要等到 他們認識很多聖經 才要受洗的 OK 好 有沒有答到這個問題 是 即是說他們一受洗 和真信耶穌 就有上帝的印記 是嗎 是 那就是受洗是神的印記 但是其實聖靈同住也是神的印記 如果一個人是完全 即是說受洗而沒有 沒有信主 沒有真正信主的時候 他不是有神的印記的 如果一個人 但是我們依然應該受洗的 因為這個是神所立的 神是吩咐我們 當人信主的時候 我們就奉父子聖靈的名 跟祂施洗 嗯 嗯 那有一個人 你剛才說了那個印記 是 受洗就是有神的印記 也說了 如果一個人 他沒有機會受洗 但是他真信主 也有聖靈的印記 那如果 第一個 狀況就是 他受到洗 有上帝的印記 後來他有 不遵從主 那這個印記 是不是沒有了 是啊 他完全離開了神 就是沒有了 因為不遵從主 是不是去到一個 跟神隔離的狀況 如果跟神隔離了 他就不再有神的印記了 其實沒有聖靈的內住 就是沒有這個印記 好 謝謝牧師 OK 好 還有沒有其他人 有其他的問題 那我鼓勵大家 都是珍惜我們有的教會 那雖然教會一定有人的問題 那我們都珍惜我們有教會 因為沒有一個地方是完美的 那我們都是 就是欣賞教會有好的地方 我們去盡力建立教會 我們經歷聖靈之後 我們都可以在我們的教會裡面發揮 去祝福 教會裡面的人 那這個在乎每一個人的呼召 就是譬如我自己在傳統教會出來 我是經歷聖靈充滿 那其實當時來說不是我想出來的 是傳統教會是抗拒的 那我出來之後呢 我仍然尋找機會去影響他們的 譬如我本書《輕鬆得勝》呢 是一個傳統教會的中派的書 出版社和我印的 是他們的會長呢 他們的會長呢 就認同我所教導的 覺得是對人很有幫助 那他們就和我印《輕鬆得勝》這本書的 那我也是嘗試去幫助他們的教會的 我不去排擠他們不會說這個教會就不屬於神的 但是呢我會把我侍奉的主力放在聖靈充滿的路向 但是同時我也都掛心傳統的教會 希望呢把神的恩典帶給他們 那這個就是我們對於神的教會的體重 譬如我們知道某一個教會有問題 我們的心和言語都不要去 就坐或者輕看他們 就不要說他們沒有用啊做不到事 因為這個是神去判斷 神去判斷他做不做到事 那我們的思想就是我神量祝福他們 連吻他們幫助他們真心的走神的路 幫助他們不要因為他們的一些固執的地方 他們的軟弱的地方 而沒有跟從神 求主賜給我的機會可以影響他們 就是走過一些教堂 是很傳統或者很軟弱的 我們都祝福他們 甚至有些教會是已經偏離真道的 譬如有些教會是接受同性戀的 我們的心態都是憐憐 就是憐憐他們 求神叫他們悔改 或者神是用他的方法去拯救這個教會裡面有些人 就是有些人他們堅持不相信聖經是神的說話 就是真的有些教會是不相信聖經是神的說話 有些人覺得聖經含有神的說話 含有就是有些是 就是有些新派神學那些 他就會說聖經有些是本來的福音 有些是不是的 有些是外家的 所以所以含有的 就是有些神學院 直接是formal來的說 只是他含有神的話語 這些都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他們在看聖經的時候 他們就說這個部分是人家上去 他們去分辨 這些是很有問題的 令到很多人的信心搖動 我還記得那時候在一個中派裡面 這個中派到現在 今天都是那個信仰上 基本上是純正的 它是純正的信仰 但是當時是有一些新派的影響 後來這個中派和那些新派的影響是分開的 我為什麼說那個中派仍然是純正的 因為他們是在信仰上是純正的 不過在這個聖靈上 他們是沒有走完神的路 那這個是他們的問題 但是依然在信仰上 他們是除了聖靈的部分是純正的 就算他不開放聖靈充滿 他們都是他們裡面依然很多人得救 不是因為聖靈不充滿所以不得救 聖靈充滿就是給我們有力量去傳呼音 當時呢 就是我在一個教會裡面 曾經在一個教會裡面 他有一次請了一個人來講道 那個人講道講什麼呢 他說那些神跡不是真的有發生的 我真的覺得很驚訝 因為那時候那個中派裡面 是含有一些成份是不相信聖經 全部是神的說話 不相信神跡的部分 那後來這個教會都跟那個中派離開了 但是我們的心都是說 神啊你幫助我們 我們去祝福這些教會 求神去恩待他們 就不是奏助他們 OK 好有沒有人有其他的回應 因為這段經文都講到我們俗一個身體 那在神的眼中呢 有些教會呢 只是一部分人在神的身體裡面 因為他們跟神根本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依然是含有神的教會的成份 而當一個教會 就算有很多問題也好 他宣講神的話語呢 都依然有人會得救的 就是一樣呢 會有人聽了道而得救的 這個也是神的奇妙工作 就是神的華語呢 是大有能力 能夠拯救人的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回應或者問題 那我們現在就祈禱了 我先換一換麥克風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天父 我們一起放鬆個人 站起來 求入愛耶穌 親近耶穌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神你滿有大恩大愛 求主幫助我們珍惜教會 珍惜我們有的恩賜 神是賜給每個人都有恩賜 可以給神去使用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 神的計劃在我們身上 神想使用我們每一個人去發揮 求主幫助我們不要因為 我們的負面的經歷 我們負面的情緒 或者人際的問題 而影響我們在教會的參與 幫助我們全心 建立神的家 建立神的教會 在教會裡面一起聽神的道 明白真理 並且一起去敬拜神 一起彼此相愛彼此建立 亦都一起侍奉神 因為有一天 我們都在神面前 不單止說 我們有沒有信耶穌耶穌 我們有沒有遵從神 有沒有榮耀神 有沒有侍奉神 我們都需要交障的 求主幫助我們 在神的教會是中心的 行神的路 被神使用 神就喜悅我們 神就祝福我們的生命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和主與我們同在 賜給我們各樣屬靈的恩慈 賜給我們是神你揀選的恩慈在我們身上 因為聖靈隨己意 將各樣的恩慈分給我們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重要的 都是寶貴的 都是可以給神大大使用的 多謝天父的大恩 神你真美好 神你是非常美善的 我們全心感激你 在你裡面有各樣豐盛的恩典 耶穌你已經努力仇敵 就將各樣的恩典賜給我們 我們能夠得著神各樣的恩慈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主要幫助我們全心感激你 欣賞神你一切的作為 主耶穌你真奇妙啊 主耶穌真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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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我救主真奇妙 哈哈哈哈 眼神見 醫生聽清楚在聖經見明 主耶穌我救主真奇妙 哈哈哈哈 主耶穌真奇妙 主耶穌真奇妙 主耶穌我救主真奇妙 哈哈哈哈 眼神見 醫生聽清楚在聖經見明 主耶穌我救主真奇妙 哈哈哈哈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你是厚恥與眾人 也不施責人的神 你是將各樣的恩典賜給我們的神 頭主幫助我們全心信靠你 仰望你 歡喜你 喜悦你 喜悦你的道 喜悦你所要做的事 我們當我們喜悦你的事 真的投入去做你的事的時候 神你就喜悦我們了 主求你幫助我們 今天都去思想一下有些什麼人 我們可以去祝福他們的 有些什麼人我們可以向他傳福音 有些什麼人我們可以建立他的靈命 在教會裡面我們可以怎樣影響一些人 去建立他們的生命 建立他們的侍奉 建立他們跟神的關係 求主使用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靈命去影響別人 幫助我們成長之後 我們就去幫助人 不是停留在自己的圈子裡面 不是停留在我自己想怎樣 而是整個生命獻上給神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Hallelujah 我們侍奉你 神一定喜悦的 我們將生命獻上給你 神一定喜悦 神就幫我們突破 有提升 求主幫助我們 能夠突破我們的障礙 我們可能生命裡面 有些什麼障礙 有些什麼負面的事情 有些什麼負面的思想情緒 求主幫我們放下這些 突破這些一切的障礙 讓我們全心全意 輕輕鬆鬆享受神 輕輕鬆鬆侍奉神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獻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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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賢如親愛 寶貴耶穌 我獻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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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賢如親愛 寶貴耶穌 我獻上所有 多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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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祷告的恩赐,求主帮助我们 时时亲近神祷告,也为众教会祷告 为不同的基督徒祷告,叫神的道兴旺 主耶稣求祢赐给我们这个热切的心 整个生命想给神使用,神是一定喜悦的 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浪费了我们的恩赐 不要将祂埋藏在地里面,而是使用出来 多谢天父,赞美天父,感谢天父 多谢耶稣,哈利路亚,多谢天父 祈祷奉主耶稣圣明,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